耶利米书 第四十九章 论亚门人,耶和华如此说,以色列没有儿子吗?没有后嗣吗?马勒堪为何得迦德之地为业呢?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诚意呢? 耶和华说,日子将到,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,使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。 拉巴要成为乱堆,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。 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,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,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西十本啊,你要哀嚎,因为爱地变为荒肠。 拉巴的居民啊,要呼喊,以麻布束腰,要哭嚎,在篱坝中跑来跑去,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,要一同被掳去。 被盗的民啊,你们为何应有山谷,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? 为何依靠财宝说,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? 主万君之耶和华说,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,你们必被赶出,个人一直前往,没有人收据逃民。 后来我还要使贝鲁的亚门人归回,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论以东,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,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? 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? 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? 抵旦的居民啊,要转身逃跑,住在深密处,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,必使栽秧临到他。 摘葡萄的,若来到他那里,岂不剩下些葡萄呢? 盗贼,若夜间而来,岂不毁坏,直到够了呢? 我却是以扫赤路,显出他的隐秘处,他不能自藏。 他的后裔,弟兄临舍尽东灭绝,他也归于无有。 你撇下孤儿,我必保全他们的命,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。 耶和华如此说,原不该喝那杯的,一定要喝。 你能尽免刑罚吗? 你必不能免,一定要喝。 耶和华说,我指着自己启示,波斯拉必令人惊骇,羞辱,咒诅,并且荒凉。 他的一切诚意,必变为永远的荒肠。 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,并有使者被拆往列国去,说,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,要起来征战。 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,在世人中被藐视。 住在山学中聚首山顶的呀,论到你的威吓,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,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,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以东必令人惊骇,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,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吃笑。 耶和华说,必无人住在那里,也无人在其中寄居,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临近的城邑轻复的时候一样。 仇敌必向狮子从约荡河边的丛林上来,攻击坚固的居所。 转眼之间,我要使以东人逃跑,离开这地。 谁蒙拣选,我就派谁治理这地,谁能比我呢,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? 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? 你们要听耶和华公鸡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公鸡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。 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地拉去,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。 因他们扑倒的声音,地就震动。 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。 仇敌必如大鹰飞起,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。 到那日,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,如临产的妇人。 论大马瑟,哈马和雅尔拔蒙修,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。 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。 大马瑟发软转身逃跑,战惊将他捉住,痛苦忧愁将他抓住,如产难的妇人一样。 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? 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,当那日一切冰丁必默默无声。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 我必在大马瑟城中使火着起,烧灭汴哈达的宫殿。 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下所的诸国,耶和华如此说。 迦勒底人啊,起来上基达去,毁灭东方人。 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,将曼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,为自己掠去。 人向他们喊着说,四围都有惊吓。 耶和华说,下所的居民啊,要逃避远方住在深密处,因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设计谋害你们,起意攻击你们。 耶和华说,迦勒底人啊,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,他们是无门无栓,独自居住的。 他们的骆驼必成为略物,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鲁物。 我必将替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,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下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,永远凄凉,必无人住在那里,也无人在其中寄居。 由大王西底加登基的时候,耶和华论以兰的话,临到先知耶利米说。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,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功,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利。 我要使四方从天的四方刮来,临到以兰人,将他们分散四方,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道的。 耶和华说,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所其命的人面前惊慌,我也必使灾祸,就是我的猎怒,临到他们,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,直到将他们灭尽。 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,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,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到末后,我还要使贝鲁的以兰人归回,这是耶和华说的。